嘿唷,我是Reyo 今天來看波斯人對上孟加拉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滴滴地圖 好久沒有看到這張地圖了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波斯人 波斯人特色是他城鎮中心的功説效率非常快速 灌燒研發支付技術、手推車、輪走或是廖望技術 村民都都有速度加乘 而且波斯是擁有遊俠跟縱裝駱駝跟大漏馬的文明 整個騎兵科技相當完整 槍兵也是完整的 雖然沒有雙手建兵 但後期也可以轉火槍火炮 而且也有免金的工兵可以使用 在整體來說波斯算是半全能型的 並不是那麼全面 但是還算是可以用的文明 那他後期還有城堡科技 波斯堡壘 可以讓城堡變成發出火槍子彈的城堡 非常強大 對於衝車步兵都有額外增傷效果 而且還可以增加城堡的建築坦克能力 那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3點鐘方向的孟加拉人 那孟加拉人的特色是每升級時代時候都會獲得 額外的兩隻村民 從城鎮中心出來的每一個都會多兩個 所以你在城堡時代蓋5個城堡中心到地龍時代 就是每個都給2個 所以是給額外10隻村民 所以孟加拉人 在村民的增長上來說是非常迅速的 那他的前期的部分是比較難打的 在城堡時代時候並沒有騎士可以用 這一點玩孟加拉人要特別注意 你就只有輕騎兵可以用 如果你要用機動性的騎兵單位的話 也就只能用寶兵戰車 那這個寶兵戰車呢 戰車還需要去切換 升攻防才能比較好用一點 所以孟加拉人來說 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攻兵路線 那以輕騎兵為輔 後期呢有這個三項之力 抗招強、抗額外增傷 還有這個攻速加成的能力 所以孟加拉人呢 他的打法會比較偏複雜一點 那他的步兵路線呢 雖然有大槍兵 但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但森里的部分呢 也是差了一個異端斜碩 但是森里的是有這個天生雙三房的效果 比較坦一點 比較不怕垃圾兵的傷害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這張DT地圖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張地圖記得有一段時期 很多人喜歡玩這張地圖 選這個打打人 但我是覺得這張地圖打打人的優勢 其實也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畢竟他不像阿拉伯 到處都有這個高低地 可以讓他到處站崗 所以現在這張地圖呢 打打雖然還是有人會選 但我是覺得優勢起啦 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好那孟家人這邊是應該也是隨機到的 巴拉斯應該也是隨機的 OK那現在點下了支部技術 封建時代都點下 兩邊打了一個極限升級喔 孟家人這邊是十七村點封建 這個要趕快去伐木 然後待會要補一個均銀 好這裡肉稍微吃一下就好了 趕快木頭 蓋下去 好那這裡肉吃一吃 待會要補均銀 這裡是要打一個極限落馬太 十七匹阿 少了一村升上去真的是很快喔 好這裡用好了 村民 待會要收村吃冥羊 馬舟馬舟 兩個人來蓋 OK馬舟來蓋了 好這個先把肉吃一吃 補吃完了吃冥羊 好現在這個階段來說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結果Balance後面的這兩隻綿羊 好像沒有拖幹走 頂尖高手們喔 碰到羊都不會去控他的 通常不會幹回家吃的 碰到了這個你的還是你的 他只是現在Balance這邊要打極限落馬的關係 沒有時間把這個羊還給Balance 給對手 好那現在落馬出來了 Balance落馬也過來 但是下方還沒有圍毫槍 槍兵來了嗎 槍兵在哪裡 槍兵在上面 守木區 那這張地圖值得注意的事情 是木區非常少 每個木區都是一片一片的 大概都挖個三千左右 就要換個地方 所以這張地圖後面 這裡為死之後 後面雖然有大量的空地 但是整體經濟來說 還是要往中間靠攏 不然就是往上方 把木區會比較好 好這邊用落馬先防守 想把自己加千圍死 Balance這邊繼續給壓力 這邊槍兵可能按個幾隻 那如果這邊槍兵按太多的話 升時代又會慢 所以Balance 這邊打一下 打破了一個牆嗎 沒有差點打破 好把落馬拉回家 因為現在落馬的血量比較慘 所以不太敢 直接上去跟對方開戰 來這個槍兵出去戳一下 扣一下血量就平衡了 好沒有打算要去出去戳人 開始圍了房子 好落馬從上面溜了出去 看看這個落馬能不能做到點事情喔 來了來了 槍兵在這邊守著 直接補一個木牆 對木門補了 兩個房子繼續補 OK波羅斯這邊就已經有兩村的村民優勢了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是真的快啊 而且剛剛孟加阿倫升級還獲得兩村 如果是別的文明的話 現在應該是落後波斯四村 或是五村了 所以孟加阿倫已經算是經濟上很不錯的一個文明了 升級死給兩村 經濟是真的好 好那現在工兵加槍兵過來稍微騷擾 好現在要快轉一些毛兵擋一下了 現在黃金不太夠 黃金買賣一下賣掉 好等一下城堡之愛 兩邊升級是差不多 升級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這個房子可能會蓋不起來 要硬蓋了 好硬蓋硬蓋 長毛兵過來 好蓋好了蓋好了 要硬蓋才行喔 拉一村來蓋覺得是蓋不起來的 好孟加阿倫這邊頂下了蛙筋 蛙筋 蛙筋一攻點了 現在蛙筋可能是要城堡時代走奴兵 搭配騎士輕騎兵的打法 好這個雙黃金兵走給壓力 城堡時代也是比較兇狠的上層的這個打法 那防守方的話要擋住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出戰毛兵 然後配申旅或是轉這個騎士 但是孟加阿倫也沒有騎士喔 所以這邊待會上去可能先轉個戰毛兵 然後待會要不要轉個槍兵之類的 做一個完全防守的策略 也是可以考慮的 好 Balance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直接開下了3TC 家裡開了一個 後面也開了一個 直接3TC開農了 Balance這邊升到城堡時代 還沒有補城鎮中心 那是在防守的路途當中 繼續想要守住嗎 這邊可以蓋個TC好像不錯 好 七騎兵點了下去 波斯這邊七騎兵也升級好了 震動技術也點了 兩邊其實打的算是偏喔 但是一直有在給壓力 防守方一直做的很不錯 都把這個細節做好做滿 Balance這邊又再開一個囉 哇 4TC 波斯的4TC等於是5TC的概念啊 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實在是太快了 沒想到Balance直接移上來 就是要跟你打後期了 他有可能看到是Balance全部歸缩在家裡 而且傳戰毛兵跟僧侶親騎兵 給的壓力並不是那麼大 開農起來喔 可以確保自己經濟領先喔 而且對手待會過來騷擾 也是可以自己擋住的程度喔 這算是一個偵查到位喔 才可以得出的一個戰法結果 也沒有去偵查就不知道對手在幹嘛 然後對手這邊的兵力看起來就是這麼的薄弱 直接開農就沒問題 而且這張地圖的特性我們剛剛講過喔 裡面地圖支援沒什麼多 所以就算在裡面憋一坨兵喔 也憋不了太多 好 弓兵這裡想要射掉生女 但是射不太掉 因為弓兵只有5點傷害 生女的孫傷防效果 讓這隻生女活得下來 沒想到巴拉斯會因為 孟加拉人的生女的防護率而 收不掉 損失了自己的所有工兵喔 好 現在孟加拉人 跟蹤技術也已經補下了 那現在孟加拉人要打贏的話 最好還是要轉個什麼戰車 或者是轉三項之力喔 去給對方壓力 三項之力配肉馬 好 是一個很強大的打法喔 不能說是強大的打法喔 是因為三項之力 雖然有抗招搶喔 但也是會被招搶 但是如果你有輕騎兵 一直給對方生女壓力 這個毛相夫喔 這個瘋狂往前壓制喔 然後波勒斯的槍兵喔 他是要到地龍時代也是才有全滿的 城堡時代雖然有槍兵 好 那如果 對方轉槍兵的話 孟加拉人就可以轉相弓喔 那一轉相弓或是強文戰毛兵喔 繼續給壓力的話 那波勒斯這邊壓力就會非常大了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 這個戰術的 看過戰術的想法 並不是我平空想像出來 是由孟加拉人喔 就是封建時代按了一堆毛兵喔 城堡時代接輕騎兵配大象的打法 確實很強喔 對方連槍兵喔 也打不過來喔 但是現在已經蓋出城堡之後 就別想這件事情了 還是想著怎麼農上去比較好 因為有城堡之後 你有毛相夫 也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把對方的城堡給推下來的事情 好 那孟加拉人 這裡是補下了四個TC之後 趕快農 但是村民處已經差距來到 快要二十村了 波勢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資源量喔 也已經領先了 大約快要兩萬資源 大概一萬八左右 又是一個帝王時代的資源量 好 好 資源成功的 來到了一萬八 那現在波勢人 經濟已經 來到了三十六片田 孟加拉人也是 欸這個先轉重裝長長病的法蘭寺 孟加拉人喔 波勢人這邊法蘭寺點下了輪斗技術 二級龍沒有打三十六點 兩根城堡繼續想要來控圖喔 好 這波可能會打 看一下 這波果然打了上去 戰毛兵 風往後拉 清奇兵往前 但是孟加拉人不想要打 但是還是被逼戰 被逼到後面 果然還是要開戰 這波清奇兵 砍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一個肉馬 這波波勢的肉馬 打出了自己的身價 哇 砍了十隻 好 槍兵出來 這個重裝長槍兵 升級的很關鍵 現在孟加拉人被兩根城堡 中線給壓住 這個黃金可能也不保 現在能挖的黃金只剩下這一塊喔 下面這一塊可能腰背控住 波斯採取的策略是 風防蓋寶 散地為王的一個模式啊 好 但是孟加拉人 由於沒有挖那麼多石頭的關係 所以帝龍時代 升的是比波斯人還要快的 好 波斯人這邊也升級上去了 欸 這個時間好像比較慢一點 好 那現在 孟加拉人 要 停下科技了 好 點了一下復衛技術 手推賽也補下了 現在孟加拉人 打出的是槍兵策略 好 升級到帝龍時代了 但是波斯人也很快喔 只差一分鐘而已 好 波斯人現在轉出的東西是奇兵 那現在孟加拉轉出了兩根城堡 一個是在自己家裡的高地 然後一個是在下方的黃金地區 那應該海燒清工程上方的位置會比較好 好 這個地方空下來之後 上方的石頭跟黃金有機率 可以搶著回來 好 那由於中間的城堡 就算工程下來 下方的礦爾已經早就已經被挖完了 所以現在是要打上面跟下面 感覺比較重要 好 孟加拉人點出了槍兵的升級 波斯點下重裝騎士 大瓦爾 衝了過來 哇哇哇 砍了有點多 槍兵有點太慢了 關明死亡才上 好 現在孟加拉人測就是用槍兵手巨頭 巨頭工程 巨頭越來越多台了喔 這裡至少有五台了吧 五台巨頭 開城堡 這個都更效率是非常快啊 好 但是波斯一味的想要進攻 並沒有打算點下金冠技術 城堡科技 要是有城堡科技的話 可以讓城堡再更堅挺一點 好 拉了三個巨頭 往下走 但是這個巨頭要小心 對方的火炮出來了 現在孟加拉人要解決這些火炮 還是得靠自己的生侶 或者是要靠戰車或輕騎兵喔 才會比較好打 好 這裡有一波輕騎兵出發了 槍兵過去防下 槍兵並沒有分兩邊 輕騎兵上來硬敲 可以順利敲掉 因為有三弓 順利拿下一台巨頭 但是這個巨頭卻打到了後方火炮 哇靠這波打得漂亮 OK 孟加拉人開始轉出了生侶科技 招搶到了一隻火槍兵 但是很可惜火炮沒有機會 下方城堡也拿下了 現在三根堡都重新打出了 孟加拉人這邊的策略相當漂亮 波士則是轉出了火槍 要來針對這些槍兵 現在槍兵的問題是 有點打不太贏戰車 但戰車其實也打不太贏喔 因為他現在戰車是 偏白板的 只有5加2的傷害 化學、三攻、防禦都還沒有點 那這個戰車最害怕的喔 就是 戰毛兵喔 不管是近戰的 模式呢 還是遠戰的模式喔 戰毛兵對他的傷害都是一樣的 但他的 有擁有這個體質優勢喔 125低血喔 比馬公來說 這個戰車可能是 血量最多的馬公喔 那其他第二多的話 就是 突二騎的馬公 再來就是 越南的馬公 血量會比較多一點 好 這一波槍兵做了很多事情 戳掉了非常多的薩瓦爾 後面的僧侶也是招翔 給到了非常大的壓力 巴拉斯這邊可能要配一些肉馬 先把大肉馬提升上去喔 就有機會先把僧侶抓掉 自己前排喔 才不會一直被招翔掉 哇 這一波進攻打得很漂亮喔 這個城堡也蓋了下去 夢家人 開始拿回自己的黃金 好 派殼機也點下了 這樣戰車的攻擊速度 也會有所提升 好三級色化學 金銳戰車也點了 哇 沒想到喔 可以看到金銳戰車 金銳戰車升級之後 現在戰車配槍兵 這個搭配組合還蠻不錯的 而且後方還有僧侶 當然火炮也會沒那麼輕鬆 可以招翔 火炮沒有辦法那麼輕鬆 打自己的巨型投資機 這個搭配組合對於夢家人來說 相當舒服喔 好 這邊可以招翔薩瓦爾 跟招翔火槍也可以 好 趕快招 哇 果然又被招翔掉了一些薩瓦爾 薩瓦爾旁邊 砍住了正前方的位置 現在化學還差了一點 剩下環擋好 薩瓦爾遠防是八點 還是要前進戰跟對方互打呢 哇薩瓦爾 打戰車很快很快 血量掉了一點快 趕快切成近戰模式 近戰模式稍微互相抗衡一下 反正戰車也有三攻 而且也是積累 但是好像已經打不太贏 後面的火槍擊火傷害實在是太高 把一大堆的戰車 直接全部打倒了 哇 孟佳爾這一波有點虧爛 千萬不能打到變成紙邊的垃圾兵大戰 垃圾兵大戰對於孟佳爾來說是沒有勝算的 槍兵的防禦少就算了 工兵的話雖然有載毛兵 但是波斯可是有免金工兵的 打到後期消耗戰是會越打越虧的 現在波斯人擁有大陸馬 孟佳爾也沒有大陸馬 所以關鍵還是在於後期 後期 垃圾戰的話 孟佳爾比較難受 現在黃金繼續挖 稍微逼退了 火槍一直掉到森嶼 森嶼還是要保持住 森嶼是孟佳爾這邊的關鍵 森嶼控的好 反推沒煩惱 波斯點下了戰毛兵的瞬擊 但是波斯工兵跟城堡都沒有點下 這跟城堡在高地 稍微守下黃金 但是看來是有點守太住 波斯工兵被抓掉 現在黃金來源有點多 拉了一台火炮 打下戰車 這裡巴拉斯大陸馬 終於提升上去了 有大陸馬 待會就可以抓生女 還有去BD 這一手家裡 快拖架一下 來了來了 這裡有一些動作 洛馬在後面 開始抓村民 正前方要撞到戰車的臉上 槍兵 從外地先拉走 但是還是被招牆掉了三隻薩瓦爾 這邊孟佳爾手速非常快 OK 後面的洛馬雖然有點賺 但是後面有城堡新蓋起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孟佳爾的巨頭獅有點落單 並沒有槍兵在旁邊防守 完蛋了 這個孟佳爾上方的巨頭可能會被拆光 趕快回救 又來了又來了 一定要死守 OK守住了 右邊有火炮 哇這裡還有一根城堡 下面三根堡 守住了外圍的礦區 到我裡有守住 好頂下了保裡科技 其量來到6389 好三臺巨頭架了起來 現在戰車 要小心 好三臺巨頭架起來了 火炮要小心 不要被戰車給抓掉 OK戰車直接變成近戰模式 上去把巨型頭吸給敲爛了 現在孟佳爾戰車已經是全滿集體的狀態 想切近戰遠戰都沒問題 好右邊被打出一個洞來 在薩瓦爾衝進去 塗了一波 好舒服 哇哇哇哇哇哇 這個砍了20隻村民有了 59隻村民 孟佳拉因為這一波薩瓦爾 自己損失慘重 好這波強兵上去 戳掉了一些肉 但是要被擋住了 右邊這邊戳村 村民又被抓掉了一些 孟佳拉人聰明術突然不滿100村 但是這根城堡肯定要掉了 好波斯點下了禁射孔 這樣子就可以射城堡底下單位了 好開始發射子彈 欸不是子彈 是箭矢 波斯城堡還沒有點下 現在金銀罐都沒有點 好上方的薩瓦爾還在砍 哇這隻已經砍6隻了 後面還有兩隻薩瓦爾 在後方繼續輸出 這裡有非常多的大洛馬過來 但這邊村民趕快應修 雖然千超萬成近戰模式 瘋狂輸出村民 但是床邊火槍直接點掉了 大洛馬過來才要直接硬吃巨頭 巨頭有機會拿下 搞定 右邊這根巨頭拿下 這個城堡被救了起來 這一波起兵救援 救得相當及時喔 好孟加拉人現在由於中間沒有城堡的關係 要進攻現在是有點沒有根據地 或是基地喔 可以去聚兵喔 雖然聚兵的位置喔 都有可能會被對方肉馬 給各個擊破 而且右邊這根城堡拿不下來 這裡挖金喔 就會有點坐立難安 沒有辦法爽爽的挖 好孟加拉人這邊派了更多的槍兵 還是往前衝刺了 我完了 脫就對了 好左邊補了一個城堡 想要守住這塊農田跟牧區 後面的牧區早就已經挖完 其實家裡的農田喔 並不多 好這一波怎麼突然開打了呢 槍兵加戰車再一次切換 波斯人突然被打到頭破血流 火槍趕快轉 好那為什麼波斯隊不轉 不轉波斯工兵呢 最主要是因為有戰車在的關係喔 有戰車的話出毛兵喔 可能會比出工兵喔 可能會比出工兵喔 還要更有效益喔 畢竟戰車的防護力有點高阿 近戰防護力是7點阿 波斯工兵印象中是9點傷害阿 所以打一下只有兩滴血喔 所以出戰毛兵喔 是會大於波斯工兵的 如果孟加仁戰車如果都被消滅之後 沒有黃金可以出戰車喔 波斯才有可能會轉這個波斯工兵 當然我覺得轉的機率也是特別小 畢竟對方的後期的轉兵喔 也有可能是轉這個大象工兵 如果是大象工兵的話 戰毛兵還是可以繼續用的 所以孟加仁喔 你只要遇到他出戰毛兵就對了 多出一點 不管你要打槍兵阿戰車生旅 戰毛兵都是一個小夠大碼的一個單位 但是孟加仁呢 打戰毛兵就有兩點的額外增傷 所以孟加仁這邊克制戰毛兵的方法也是有的 所以現在就是要來鬥智鬥勇 看你的轉兵厲害 還是我的進攻戰略更厲害了 好 好上方的馬丘 蓋起來之後 沒有辦法產東西 被拆掉了 現在下方局勢中控下來 黃金可以重新開採 現在孟加仁的重心 已經開始慢慢往下移動了 但中間這個墓區也是不能輕易放棄喔 這個墓區也是很重要 好這波火槍加上薩瓦爾 大洛馬開始往前推進 火槍稍微控下 忽然要被對方的戰車給射光了 哇這個戰車打得很快 好切成近戰模式 開始反擊肉馬 這一波戰車扛線很給力 旁邊再來 這波孟加仁已經打出自己戰車的身價 不虧 還頂得出來 好看一下右邊 右邊這裡 用火炮想反擊巨頭 但是被僧女招強掉 這台火炮擺給 再次火炮 好沒有辦法收下巨頭 巨頭還在攻城 正面還在兩邊交戰當中 希望可以用正面的阻力去給下面有失誤的機會 好這邊要拉起司過去解一下那隻僧侶了 再修城堡的僧侶 好城堡被拆掉了 這個黃金終於解放 孟加仁中線開始有點危險 兵力不是那麼多 這裡有很多村民都在伐木 好但是這邊的目標是要把黃金給搶回來 或是也是急需黃金來源 雖然黃金還有三千多塊 但是孟加仁的黃金已經所剩不多 好這裡肉馬要抓十生旅 看一下這一波兩隻 沒問題吧 哇四隻全拿 這一波肉馬 最後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甚至還可以拿下一台巨頭嗎 有這種可能嗎 可以耶 看一下 收收收收收 湯不過來 巨頭被修了回來 這一波 Balance 打得好漂亮啊 好 現在我關注的槍兵開始往前 後面戰車跟上 戰王兵往後 槍兵 找個機會回頭 放個一槍 OK 要開始拉囉 這裡 孟加仁是全進戰 呃 戰車應該也算進戰吧 好 但這裡是千遠程輸出 但有幾次進戰的 波斯人受不了 開始要轉槍兵 但波斯轉槍兵好像也沒什麼希望的感覺 所以有三防 好 這裡受不了了 轉進戰模式 上前開敲 雖然箭矢傷害 打戰毛不痛 但是我有進戰傷害 打戰毛兵就是沉盾傷害 而且戰車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真魔術 哇 直接車了過去 戰車開捻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波斯這邊瘋狂拉扯 到處都是弱麻死掉的聲音 戰車直接捻了過去 這波孟加仁打得十分漂亮 波斯人 存了3000多塊黃金 還沒有用 硬生生的把自己打成了劣勢 好 三個社會被打噴 孟加仁這波打得很關鍵 要是可以把這三個三文拿回去 再打大後期交主戰的話 應該是十拿九文了 波斯這邊一戰 暫時沒有辦法繼續出兵 居然產能要重新建造 後面有沒有補產能呢 沒有補產能是因為沒木頭 趕快急需木頭來源 來了來了 知道自己沒木頭 趕快轉一下木頭 但是又不想要花黃金去買木頭 所以一旦波斯人花黃金去買木頭 就意味著 孟加拉這邊可以用 木頭賣掉 然後換取更多的黃金 去攻擊波斯人 所以這個C帝國 雖然前期說買賣固然重要 但是越到後期 然後去買基礎資源的時候 就要特別小心了 有可能會越買 越害自己 打不贏對方的黃金兵陣容 好 所以巴拉斯這邊 肯定要帶著錢掛了嗎 我怎麼覺得這裡不要再出肉碼了 趕快把薩瓦爾的數量堆疊起來更重要 好 戰車繼續卡在你家的門口 不想要跟你有正常戰力 好 城堡 好 也沒有點下清斷 好 現階段來看 孟加拉人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應該是不知道怎麼出 好 下方有少量槍兵 這次有騷擾哦 對 你來 波斯還沒有打算要轉薩瓦爾嗎 轉型了吧 巴拉斯 還等三房 但我不覺得你出了三房之後 就可以打得贏戰車的遠攻啊 好 接下來 戰象來了 風塵戰象 好 戰象過來 被槍兵戳有點痛哦 但是這裡的槍兵重點 並不是要打戰象 而是這前方的戰車 戰車被戳到了幾下 後方的戰毛兵順 這就被弱馬給敲爛 戰車的威力有點猛啊 好 後方的路馬被點掉 開始要往前了嗎 波斯人 這裡 這裡還在按槍兵 留點露給薩瓦爾吧 但是裡面好像也沒有馬丘產人 剛剛只靠槍兵 現在有機會嗎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孟加仁 拿下 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這裡有點硬要夾啊 但我怎麼看都覺得夾不太住啊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 巴拉斯拿下資源上的 贏哦 哇 這個贏了 大約11000左右 黃金甚至贏了很多耶 大概3000多 確實哦 他輸的時候也剩3000多黃金 但是卻沒有把這些黃金 轉換成戰力哦 就有點可惜 那有人會說 波斯後期就只有薩瓦爾能轉 但其實波斯還有很多選項 例如可以再繼續出火槍火炮啊 或者是要出這個波斯戰項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一考慮孟加仁的勝利 也是蠻厲害的 所以有可能波斯打算 沒有打算要轉這個波斯戰項 說不定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好